《大陸的軍事戰略》是一種 我們的民眾從天開始開始 集中在大陸戰爭執行中 集中在高下戰爭執行中 可以在全面的戰爭執行中 美國防長埃斯普爾在華府智庫演講中談到 落實美國國防戰略首要任務之一 就是提高軍事準備度 他特別提到 為應對中共威脅 美國軍事教育重點已經轉移 我們的步驟也有關於 服務級的訓練和專業的軍事教育 所發展到我們的力量 在中國軍事系統、技術、技術、教育 就像我的年代 當我們在冷戰爭執行中研究 他已要求從2021學年開始 美國國防大學課程 50%要集中於中共 對軍事人員專業教育訓練項目 要把中共軍隊作為最重要 增長最快威脅 本月6日 ASPR還公布了一份海軍戰力2045計劃 提出到2045年 將美國海軍戰艦數量 大幅增加到500艘以上 以遏制未來中共侵略行為 未有足夠力量應對當前挑戰 尤其是中共 ASPR希望國防部每年預算 能夠有3-5%的實質增長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有4-5%的實質增長 大幅增長